大家好,我是蔡少 我们在上集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说 透过用剪映 剪辑完影片 然后我们要用它来输出字幕 也就是说用它这个功能 自动辨识功能的时候 然后它会产出像这样一个字幕体 我相信上集我们提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所产生的字幕体 都是一些简体的中文 这样对于我们在台湾的观众 跟喜欢观看繁体字幕的人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亲近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教你们 如何让它直接像产生这样的简体字 变成繁体的中文字 这样就可以更符合台湾人 跟喜欢看繁体字幕的人 那我们就待会就准备开始吧 那第一步呢 我们很简单 我们要先去下载字体 让你可以变成简体字 变成繁体字的字体 那这时候我们就打开网页 当你打开这个网页 然后你可以去下载这样一个字体 找到的一套叫做师尾自动简转反字体 非常简单点下去之后呢 你就会跑到这个Mac这边 你会发现这边有很多的简转反的字幕档体 那你可以随便下载一个 当然你可以是全部把它打包也都可以 看你选择哪一个 那我刚刚我就先选了这个字体 那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要到我们的桌面这边去寻找你的应用程式 这个应用程式这里 那我们先把它点开 然后呢去找到你的简印 找到你的简印之后呢 非常的简单 你先对它按右键 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显示套件内容 这个地方点进去 然后之后再带这个资料夹呢 再点进去 然后去寻找找一个叫做R开头的这个 这个档案呢 点下去 当我们移到这个资料夹之后呢 那我们要再去找到这FONT这个资料夹 然后点进去之后 你又发现这边有非常很多的字体 那将我们刚刚所下载的字体呢 再移动到这里面来 好 那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动作 当你看到上面这一些啊 这个地方就是 简印它所内建的多字体 让你供应做选择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要选择用一个字体 把它替代掉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找一个 你觉得比较不重要的 那我想我就删掉这个 叫做下午茶的这个好了 那记得呢 下午茶这个先把它档名先抠起来 然后将它删除掉 然后呢 再把刚刚我们所下载这个字体呢 它的档名改成下午茶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来呢 我们再回到原本简印的画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点选这个 这是我们的字体的部分 你可以这边先点一下 OK 字体点一下之后呢 然后去系统这边 去找到你刚刚所填 你改过的那一个 我刚删掉那个叫做下午茶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来检视一下 我们原本的简体字 是不是变成了繁体字呢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大家能看到 大家好 我是蔡少 这个部分 有没有 都变成繁体字了 那当然如果在当中你有发现你打错的不得错字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更改一下 像我这个本来应该是要假作拖曳进来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更正 更正你的字 它可以大部分的字 它其实都已经帮你变更为 就是繁体字 那当然还是有少数一些字的时候 它还是显示的那个简体字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当然就可以自己再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更正一下再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顺便就是 当你在做修改的时候 你可以顺便更正你的 看你所讲话的字呢 跟你所原本所录制的字 有没有 字体有没有一样 因为简印它大概可以辨识度大概高达90% 那当然剩下的10%就是要我们自己去做修改咯 好那今天的影片教学呢 就是就交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你们在底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我的所能的告诉你们该怎么去解决 OK那今天教学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啊对了 别忘了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并订阅我开启小力当 我们就下次教学影片见 拜拜